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状姿态告别比赛 当地媒体都为无奈写道 命运对他开了苦涩玩笑 李宗伟在上个月大骂公开赛夺冠 印尼于球公开赛也杀近四强 状态绝佳的情况下 却因呼吸道系统疾病的影响 被迫退出世锦赛和押运 李宗伟想在这两项大赛冲击冠军的美梦再度破碎 信周网 评论写道 李宗伟今年满心期待的就是试近赛和押运 没想到命运会对他开了这苦涩的玩笑 在最有机会冲冠的情况下 却因并远离战场 人生首个世界冠军仍然遥遥无期 李宗伟在与谈写下无数荣耀 但大赛之路却走得格外艰辛 奥运三次杀近决赛都以银牌作收 试近赛同样四次打进冠军赛都抱憾而归 亚运则是收下二面铜牌或一面银牌 眼看今年有机会冲击冠军 三十五岁的李宗伟因并无奈退赛 该文写道 李宗伟近期将状态调整至近二年最好 闯下记录的大马公开赛十二冠 打败安赛龙和陶田咸斗 林丹和陈隆状态下滑 李宗伟在今年试近赛和押运的前景被看好 但今年依旧没机会去除 无冕之王 的烙印 试近赛将于7月30日在中国南京开战 亚运则于8月19日开战 地点为印尼亚加达